全球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思涵 歡迎再次收看 廚娘 香歌咒 大家可能比較少在家裡做的料理 是用鴨肉來做的 我們邀請到的來賓是宋宇晨 宇晨 歡迎你 廚娘 觀眾朋友大家好 可是我在市場上 沒有看過在賣鴨肉的 對 這個 其實鴨胸的部位比較少 因為鴨胸其實它烹調的 烹調的手法比較 不是那麼容易 對 很多人烹調過頭 它就是會太硬 太柴 對 所以我也其實很怕鴨肉 但是呢 如果真的碰到 那些做得很好的這個鴨肉呢 是非常好吃 所以宇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你在家也可以煎出 像你那種法式料理店 做的這麼頂級的料理 我們趕快來看 那我們首先 像這個鴨胸 那在市場上 或者是一般大賣場 它其實都有賣一些 進口的鴨胸 那它真空包大概就是一副就是一包 對 那我們買回來之後會先看看它後面的筋膜 因為它筋膜吃起來會比較難咬 對 那我們這個已經是先處理過的筋膜了 對 那我們前面皮呢 我們先切成菱格紋 主要是讓它等一下煎的時候油脂可以比較好釋放 那鴨皮就會比較脆一點 哦 是這樣子哦 你如果沒有教我們 我就想說這樣煎牛排一樣整個給它煎下去了 所以把它變成像 就是說 切像我們像花枝啊什麼的 切花這樣子 對這樣它油脂 它因為 鴨胸它本身油脂非常厚 那我們稍微把它切成菱格紋的時候 它油脂因為小火慢煎的關係 它慢慢會逼油出來 對 那我們鴨胸先用鹽巴 簡單的鹽巴跟黑胡椒調味 嗯 加點黑胡椒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特製的一個香料 對 裡面有 裡面有迷迭香 百里香之類的 那我有經過它烤過 它有一點義大利香料的味道 那我們家的這個迷迭香跟那個百里香 你要再講清楚一點 我真的有這兩樣的那個 種在我的洋海上 對 我們就是葉子 你要把它乾燥之後呢 是 把它就淹抹就好了 對對對 就這兩樣東西嗎 還有一些義大利的香料 哦 就是我們平常買那種 義大利的那個香料 然後再把它加進去一下 對 沒錯 嗯 那我們可以先開火 大概要醃多久 稍微讓它抓一點味道就好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會做兩樣的醬汁 哦 對 我們鴨肉讓它吃一點原味 那我們鴨肉開火 開火的時候就可以讓它下去 然後記得要慢火 就是要非常小的火 讓它鴨的油慢慢可以 拉 那我們今天鴨胸的時候是完全不用放油的 我們就是要讓它的油慢慢滴出來 這樣才會脆 那我們都是不要動它的狀態 就是火 小一點 那我們先做醬料的部分 OK 對 那我們今天鴨胸的話 我今天想帶來的是一個 呃 法魂台吃的方式 對 這個很饒舌 這是現在很流行的 法魂 然後台吃 是 那我今天搭配的醬料是 港式的蔥油醬 還有那個港式的甜麵醬 好 那我們這個油先倒一點點進來 讓它燒熱 燒熱之後我們下蔥段 就是蔥白蔥綠都一起下去 對 這樣防止它顏色會變黑 嗯 然後再來是 薑絲 薑絲 稍微讓它編織一下 讓它的 清味啊一些香味都可以釋放 可以了之後我們就倒進來調理機 啊 怎麼這麼可愛的調理機啊 超級家庭式的啊 喔這個這裡也沒關係喔 對 沒錯 這個調理機非常的強 那我們就下一點點的鹽巴 一點點的味道 我們稍微調理一下 真的 什麼東西小的好可愛喔 比起我家的那一台 我覺得這一台簡直 超級迷移 超級可愛 而且我覺得它的馬力也蠻強的 對 沒錯 那我們蔥油醬好的話 我們接下來做第二個醬 就是甜麵醬 那我們甜麵醬的方法很簡單 因為現在在一般的市場 或者是量販店都可以賣 買到現成的甜麵醬 那我們就是稍微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用煎鴨子的鴨油 哇 好多油喔 哇 這隻鴨子真的好肥耶 下一點點油 那我們可以加一點豆瓣醬 豆瓣醬 然後把它炒香 真的是中西式合併在一起的料理 因為這個豆瓣醬 法國人做料理應該不會用到豆瓣醬吧 不會不會 在西餐方面他們很喜歡用原味的東西 他去做 對 比如說一些蔬菜啊 還是一些肉骨汁 對 像這個甜麵醬 對他們來講簡直不可思議了對不對 居然放在鴨胸裡面 欸 搞不好你用這道去比賽的話 還會得獎勒 好 我要加一點點水 好 讓它洗一下 真的是一點點喔 很像那個小鳥的眼淚 一點點 好 我們再加一點點的糖 去讓它做濃縮的工作 我們第二個醬已經完成了 嗯 我現在就很懷疑你這兩個醬不是加在一起嗎 沒有 我是分開的 可以讓你吃到甜麵醬的口感 又可以吃到蔥油醬的味道 所以你就是說任君挑選就對了 你出菜的話 你會用這兩道醬放在旁邊 是 因為這個醬跟鴨肉非常的大 對 接下來可以翻面 哇 真的好漂亮的顏色呀 那待會兒要不要切片呢 需要 需要切片 需要切片 因為我為什麼這麼問你呢 我想說 該不會像我們吃牛排一樣 你還要附刀叉 然後一邊切一邊吃 這應該是把它切片 對 那我們平均鴨胸的話 翻面之後 大概煎個五分鐘之後再翻面 讓它的中心溫度能夠補充 可是像通常這樣子的這個鴨的油 煎完之後 我看了好可惜 有為什麼 因為我們吃太多所謂的這種 有問題的油品 什麼黑心油啊 對不對 但是這種油我覺得很可惜 一般你們這種油會再利用嗎 會 這鴨油炒蔬菜是非常香的一種 應該是 像我們常出去比賽 有時候會遇到像鴨胸這種項目 那我們就是會煎剩下的鴨胸 去炒旁邊的一些配菜 對 那稍微兩面煎得差不多有點脆脆的話 我們再煎一下四五四個面 那我們鴨胸差不多完成了 那現在一個煎完鴨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我們需要 因為鴨肉是紅肉 它跟牛肉一樣 所以我們需要讓鴨胸拿起來之後靜置個五分鐘 就是讓它繼續熟成嘛 對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我們剛剛做的甜麵醬一起炒下去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蔥油醬 好 所以呢 做這個鴨胸不是很難 就是今天這個鴨胸的重點就是剛剛老師講的 鍋子裡面千萬不要再擺油了 然後皮的部分呢 我們先做花包 好 這樣子去煎 一定會像老師這個煎出來的這個鴨胸一樣 那個皮非常非常的脆 那今天的這個鴨胸呢 可以把這個皮的部分 做得這麼粗的話呢 就是重點 所以這是今天我們的 Key Point Cey Point Cey Point 做得好 我為大家 region